好的主播 五名身形瘦小的孩子 就在海滩边开心玩耍 只是海浪卷起的高度 比孩子还要高 一不小心就会灭顶 画面相当的惊悚 事情就发生在花莲新城海滩 远景日前接获通报 有五个小孩 居然趁着白天 大人们在上班 自己相约到海边玩水 警察人员接获通报之后 立即出动 到现场果然看到孩子们 在海边嬉戏 立即将孩子们带离海线 撤离到安全处 毕竟先前在台东 才发生了十岁女童 遭到大浪卷走溺斃的意外 远景都不敢大意 赶快把五位小朋友 带离现场 索性无人伤亡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 将时间镜头 交还给棚内主播